我們台北市喔 國小的前十大的小學喔 沒有飲水機使用 現在導致什麼樣的困境呢 一台飲水機必須要讓245個小朋友來使用 245個小朋友用一台飲水機 這麼很離譜啊 這是國小喔 然後立山國中呢 排名也是最高 158個學童 然後用一台飲水機 那請問一下這樣飲水機的量怎麼會夠啊 去跟教育局 教育局也很辛苦 他們也因為因應你的政策 一直去找錢 趕快想辦法去擠錢出來 結果呢 沒有辦法 剛剛我昨天還在協調一個事情 結果後來協調完了以後說 好好好 你們要買飲水機 可以可以可以買 排水 錢明年才有 很多的東西齁 錢要下來 人要下來 那才是推政策的方式嘛 結果你不是啊 你政策講了以後 錢呢 然後你看 光這個因應你這個飲水機構製的部分 就多少人來爭取 這個不過是這樣啦齁 馬上下去 就馬上買每個學校去多少 你倒入你的第二預備金 撥多少錢給局裡面 直接就是 全部現在目前開始 又發文給所有的學校 這一次統計 到底要多少的飲水機的量 可以 可不可以 馬上辦 好 那時間 三個禮拜內馬上下去 好